我想不會有一個候選人 會想要因為造勢而造成塞車造成民怨 會造成這樣子的失誤及結果 那我想完全就是因為賴平於長期 不關心地方 不瞭解地方才會產生這樣子的失誤 那但是另外我有看到他的回應有說 他特地提早的10天辦這個造勢活動 就是怕影響到大家的可能交通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難道說在選前之夜辦就不會影響到交通嗎? 還是說他本來就知道會影響到交通 然後可能提早來辦 然後可能大家到選前就忘記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有點讓人家費解 他說提早10天的這個說法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因為他目前的話是只有在臉書社團 跟那些就是發文的人道歉 會不會覺得他這樣子做的就有點不夠 我想道歉這個是當然是必須的 那我看到的比較嚴重的問題是說 有在地方社團許多人抱怨的文章 都不知道是不是賴品宇他的競選團隊 都去檢舉相關的文章 利用臉書這個系統的漏洞 因為臉書的系統就是有許多人檢舉的文章 那他就會下架 那我不曉得他是不是利用自己的 團隊的人去瘋狂下架這些文章 牽制言論自由 我認為這會是比較嚴重的事情 要把支持給他 可以繼續在臉書 我們的賴品宇先打破一下 民進黨新北市立委候選人賴品宇 三號晚間在戲子中校東路 舉辦招式網會 但卻在網路上被罵爆 戲子當地臉書社團一片哀嚎 被塞在半路的上班族狂轟 感謝賴委員讓我遲到 沒事逢路搞大家嗎 第一次遲到就是賴品宇害的 解決戲子交通之前先製造問題 結果好幾篇的抱怨文 竟不斷被檢舉下架 網友也譏諷 今天禁止討論塞車 據了解賴品宇造勢活動 下午4點40分才開始 早上7 8點就封路搭舞台 讓原本尖峰時段 就非常擁擠的新台五路 車流嚴重回堵 PTT鄉民也狂酸 當4年立委 不知道這條路會塞爆嗎 要當個聰明的用路人啊 我要是戲子人就投對手 眼看明月四起 賴品宇才透過臉書回應 原本預計在運動場內舉辦 但因為草坪維護作業 無法出界 主辦方也在事前 與各點設置改道指示牌 並請一交協助引導 但因為活動封路需求 又剛好下雨 造成鄉親混擾 非常不好意思 儘管賴品宇 再次向大眾道歉 但上班族的怒火止不住 希望手中的選票 能夠真的解決問題 那我民主長 今天才願意告發 侯市府對說有 偷避你違法中原的提示 那你怎麼看 我想有關家人違規的部分 我們就是坦然面對 然後盡力的來協助改善 那我想現在改善的進度 也歡迎大家共同來檢驗 我相信絕對是有辦法 來跟社會交代的 那市政府也都有 還有開立相關的處分書 包括地震局 以及交通局 那我們都不會有任何的意義 那你應該會是 因為共濟權 或是你應該會 那你自己做 我想賴品魚是念法律系的 那不是念法律系的人 也應該都有這樣的基本常識 賴品魚他長期以來 就是可能用影射的方式 因為大家都知道 做這件事情的人不是我 那他可能越到選舉的時候 他就越亂槍打鳥 到最後直接的看法 是直接指控廖先祥 涉嫌一些違法的情勢 那我就直接回應他 如果我廖先祥 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那我就退選 如果我沒有 那就是賴品魚退選 那我想這件事情很清楚的就是 我個人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那應該要退選的應該是賴品魚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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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集團